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耐烦的做完报道 紧接着三人马不停蹄的开着车回芝加哥 路上下起了暴风雪风路 没有办法 他们只能回到镇上 他洗澡上床睡觉 第二天六点 闹钟如约开始报道新闻 他开始洗脸的时候 发现收音机的报道和昨天一样 再看窗外路上的场景和昨天也一样 他出门还是遇见了法国胖子 餐厅的老妈妈重复着昨天的问候 也还是踩进了那个水坑 去到聚会的现场 同事们也重复着昨天的话 一切照旧又来了一遍 他感到不可思议 晚上睡觉的时候故意把铅笔掰断 第二天他醒来 铅笔是完好的 一切又和前天一样 武僧的时候 菲尔把这些事情告诉了丽塔 丽塔听了觉得菲尔不正常 就带着他去了医院 还看了心理医生 一切都显示没有问题 晚上他和镇上的人喝了酒 然后开着车毁坏公物 被警察追捕 他还把车开上了铁轨 最终被警察抓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 他还是在自己的床上醒来 看到自己做的坏事没有任何的报应 他变得为所欲为 亲吻了餐厅的老妈妈 打了烦人的保险推销员 跳过了水塘 对待报道更是乱说一气 在和丽塔吃饭的时候 菲尔看见了一个漂亮的妹子 故意搭讪获得了妹子的信息 第二天就用这些信息来勾引妹子 并且成功地和妹子为爱鼓掌 又一天他根据观察 轻松地抢了银行装载车里的钱 各种放松自己 他开始勾打丽塔 约她喝酒 一次又一次地了解她的喜好 爱好和性格 多次以后 丽塔终于对她有了点点好感 两人一起堆雪人和孩子们打雪仗 在房间里菲尔不小心说漏了嘴 丽塔认为她是一个爱情骗子 狠狠地打了她一耳光 这次不成 菲尔又从堆雪人这里开始 一次次地了解丽塔 一次次地约跑步成 一次次地被打 被丽塔伤害得生无可恋的菲尔 报道完感觉活着没有意思 于是她抢走了土拨树 被警察追捕 最后菲尔带着土拨树冲下悬崖自杀 可第二天她还是一样的醒来 她又开始了多种自杀方式 最终都没有死成 又一次和丽塔约会的时候 她把自己的这些事情坦白对丽塔说明 并向她证明了自己没有疯 丽塔被她吸引了 决定和菲尔在床上等着第二天的到来 晚上丽塔告诉菲尔 其实像她这样重复每一天未必是坏事 可以换一种形态来对待 菲尔受到了启发 第二天早上还是和从前一样 不过菲尔变得积极对待了 她热情地对待路上遇到的人 积极地对待工作 她看书学钢琴学冰雕 还帮助老乞丐比她好吃的 带她去医院 可是在医院的晚上 老乞丐死了 菲尔很震惊 尽管她用了很多天来和老乞丐相处 可还是改变不了老乞丐死亡的结果 这些事情让菲尔很有感触 她在报道的时候把这些道理讲了出来 丽塔开始对她另眼相看 她还救下了将要摔下树的孩子 给老奶奶们修车 在聚会上 她弹的钢琴让全场沸腾 成了小镇最受欢迎的人 在聚会的拍卖仪式上 丽塔主动地拍走了菲尔 剩下的事情大家可想而知了 第二天醒来 菲尔看见丽塔还在自己的身边 窗外的一切都变了 变成了崭新的一天 菲尔再也不用重复那一天了 这是一部很有思想的电影 其实我们就像菲尔一样 再重复地过着那一天 我们总是充满了各种怨气和负面情绪 总是感觉生活各种不如意 也会像菲尔那样投机倒把 耍小聪明 可是当我们换一种心态 认证积极地对待每一天 那些你所苦苦追求的东西 自然而然的就出现了 关注成余电影 一起来看你想看的电影 听你们想听的故事 本期的电影就解说到这里了 下期有更精彩的内容 在等着大家 大家开心就是我的快乐 期待各位宝宝提供宝贵的意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